YT的新功能超級感謝 按讚的地方往左滑 就可以看到超級感謝 需要花扣扣購買 購買的同時可以留言 在留言區會用不同形式呈現 只要不是很G8的留言 我都會回覆你 我還會把上一部影片有超級感謝的留言 放在片頭喔 當然看影片按讚訂閱 也是對我很好的支持 感謝大家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有個 I'm Yuga 今天要來推薦一隻 我覺得蠻強蠻強的戰士 安格列 他不管在打野還是走凱撒路 我都覺得蠻強的喔 那我自己的話 蠻喜歡安格列帶弱化的 只要敵人在弱化的範圍之內 我的傷害都是增加20% 然後他們對我的傷害減少20% 我增加20% 他減少20% 這個真的是很多喔 弱化是一個超強的技能 好這邊主卡先上了兩等 我們先進他三分 等我們上兩等 蛤就知道了喔 有了二技能之後 安格列跟鬼一樣 那個傷害很高啊 來來來來 一技能 普攻砍 成功拿到守殺 那最後這個美娜 我本來不想打他啦 真的是不想打他 因為越打他嘛 他的被動就一直轉 但我看到 他在吃蘇花 就有點看不下去 想要去搶尾刀喔 這邊剛好要去搶尾刀 弄到了美娜 只好過去打一套 搶到了蘇花 這時候美娜超級殘 殘血 哇 我居然走掉了 心裡很歌安 刺身 就是在普攻一下 不要走 打到底就對了 啊 只能說我自己慫了啦 這也沒辦法的事情啊 那 新的版本嘛 排位都會重置 我自己真的感覺 重置之後 排位你單排很難贏 這根本就像驚喜包一樣 再比誰的隊友沒有霸咖 那我們這場 我就銘獎了啦 我們罵咖是亥牙喔 他真的是 我不懂為什麼 這場可以死這麼多次 我殺的人 都不夠他送啊 這樣子銘獎 真的是 讓我完全看不下去啊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亥牙的表現 我們先來看安格列 他只要出半坦裝備喔 傷害就可以到很高 這場我運氣還不錯啦 在下路一開局有拿到兩顆頭 就是有拿到蠻多錢的 那我就直接上了角鬥士 我自己的想法是 安格列出半坦裝備會比較強一點 那這邊祖卡想跟我搶 說他是被他搶走啦 可是他這顆頭呢 必須留下 下馬 Q2 來 往前 欸欸有沒有 安格列傷害超高欸 我們慢動作重播一下 你們注意看喔 我在下馬期間祖卡有叫一個閃現 我真的這個二技能 是賽到的 我真的賽到那個技能喔 沒有賽到的話 祖卡我也殺不了 那這時候對面打野終於來了 是蘭鐸 威威威他走掉了 結果他給我位移到我面前 想要跟我 跟我打 想秀我 殊不知我們這安格列 馬哥 砍起來 砍起來 我們再砍 下馬來個二技能 第二段 OK 極限反殺蘭鐸 安格列要玩得好 不是在於你的馬有沒有嚇到 重點在於你的二技能 有沒有命中那些最關鍵的角色 像射手啊 法師啊 尤其是下馬那一瞬間 二技能是比較難中的 因為盾手也會知道 你想要丟二技能 都會交未技能去閃啊 那這邊有看到 祖卡他只有半條血 所以我清完兵線呢 我是想要去塔下看 祖卡有沒有在塔下面回家的 我就往前走 沒有看到祖卡的生意 他真的回家了嗎 那我就想說 吃個藍吧 祖卡半血嘛 我也不用怕 祖卡在上面吃巧野怪 然後他還想跟我搶這個藍buff 來啊 要打是不是 我們馬哥很兇的 來 砍一刀 兩刀 三刀 殺掉祖卡 你有兄弟是不是 但是你看 安格列塞爆炸膏 又來一個蘭鐸 關鍵就在於 安格列的二技能 有沒有看到 都有命中的話 安格列真的超強 欸不對啊 啊我拿了七顆頭 那為什麼比數來到了8比8 這就是我們的魔龍路真的出事了啦 我殺的人都不夠我們的亥犽送 這也沒辦法 然後剛剛一個丟空 丟空的時候我們去清個兵吧 兩台炮車 欸再丟空一次 那這個祖卡呢 看我丟空 他也想要跟我換個血喔 那這邊繼續吃兵 吃個兵 祖卡就這樣跳進來 哇他的傷害也很高欸 瞬間把我打散 馬上下馬 哇他一個泥霜 這個泥霜 不得了啦 直接秀爆我 各位你們不要忘記喔 我身上有七顆頭 我超肥 還被他秀掉 哇我看了一下 我們上路跟中路 出了大事情 可是我下路又走不了 因為我的外塔沒有爆啊 我總不能過去幫他 然後 下路的塔一直爆吧 反正凱撒路啦 還是先打好自己的比較重要 那如果你是玩中路啊 輔助啊 都是以團隊為主 我們凱撒路 前中期的話 打好自己的比較重要 那麼影片看到這邊 還沒訂閱我頻道了 麻煩大家好不好 多多訂閱一下啦 一人一訂閱 舊舊小優哥 讓我們年底一起衝上50萬訂閱 然後看到祖卡很調皮的跑去下路 那我當然也要去下路 可是我真的一直在瞄我們的小地圖 看到上路 一直在出大事 那這邊 單插組卡是絕對沒問題的啦 來砍 砍 OK我們出塔 把這波兵清掉 那我很怕對面有人來支援喔 所以我們吃完這個蘇哈 可能就要撤退了喔 那遊戲玩到這邊呢 下次大概 8分鐘左右對不對 8分鐘左右 我們亥犽死了6次 我殺的人 都來不及給亥犽送啊 這要怎麼玩 這場我說4打6 這個不過分吧 剛剛好而已啊 怎麼會這樣子 只能說單排就是 再開驚喜包 看誰的隊友 比較驚喜 我們的亥犽 真的讓我有點驚喜啊 唉唷 亥犽在上路終於殺人了 他有兩顆頭了 該不會 他要起飛了吧 他要覺醒了吧 但 你們也知道嘛 前期 我身上握有8顆頭 代表說我們隊友那邊是真的逆風 所以這樣打起來 真的是沒辦法打 我們的隊友非常逆風 全場只有我一個人 的經濟是跟對面差不多的 唉呀又多死了一次 7次了 他的經濟 比對面的輔助 還要再少1000塊 就問你們這場 要怎麼打 總經濟輸對面太多了啦 快點 有自信的 趕快報上名來 跟我一起多排喔 我平常都是 單排居多 偶爾可能會跟 甘心業DAB他們 雙排或三排 很少很少 但都是單排 佔了八九成 單排的孤獨啊 這是一個人的寂寞 每一場 真的都在開驚喜包 我真的還蠻懷念 小時候那個49元驚喜包 這邊我有兵線 真的是沒辦法過去支援 我也很想下去啊 可是我下去支援的話 這個塔一定會爆 那看到凡恩一個落單 來呀 哇 這個莉莉安也很痛 我們繼續卡安 對面人太多了 我最後只能換掉一個凡恩 沒有辦法再換一個莉莉安啦 對呀全部曝光 好慘喔這場 全隊真的會被 對面的第六人拖累 亥犽死了八次 我一打二已經算是蠻極限了 要我一打三一打四 這個我做不到 經濟跟對面一樣 你要我一打二真的很吃力 唉唷 對面在吃魔龍 這邊我想要搶搶看啊 因為這時候 我還不來搶大資源 大物件的話 說真的 我們沒有未來了 就是高地準備被人家爆 那最後我沒有搶到 直接換到一個蘭鐸 我覺得還是 還是賺的啦 因為我們在逆風的時候 我們能做到一換一 說真的已經不錯了 已經不錯了 欸麗麗安很殘 失課了 靠你的拳頭了 快點 靠他 有 那這邊 我只能說 亥犽 你怎麼這樣子 就是 伯頓開了大招 開完之後 亥犽大招轉出去 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啦 而且是伯頓 開了大招過一秒之後 亥犽才轉大招 如果今天 亥犽是那種 先轉了大招 然後伯頓才把人家關起來 那 這還有話可以說 可是伯頓先關了大招 關了一秒 亥犽才轉出去 這場已經太逆風了 已經 沒辦法挽救啦 連伯頓都被秒殺 那我呢 想要換換看麗麗安 換起來 下馬之後 這二技能 沒有丟到 那就GG啦 而且我在上馬的時候 沒有看到弱化喔 哇 我這場 殺了10顆頭嘛 那亥犽在這個時候 他也死了10次 真的叫做 我殺的人 我殺人的速度 都來不及 亥犽出去送 這有點太難過了吧 隊友已經有三個人要投降 我自己打 是按全程 拒絕投降的 我是覺得 感覺有那麼5% 一絲絲的機會 就連像這邊 他們在抱我們主跑 可是他們沒有兵線喔 伯頓出來 他也是很盡力的在守塔 當然 我復活出來 我也是 很盡力的要出去守塔 並沒有放棄喔 可是真的沒辦法 這邊五個人 我上馬只砍了兩刀 馬上被打到殘血 這邊兵線雖然清掉了 可是 他是我們死光了 這場太難過了吧 好險我有戰敗加星卡 總結亥犽這場死了11次 不停公佩啊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神隊友 我也想要躺分啊 誰不想躺分 是不是 我也想要輕鬆玩 沒有壓力啊 才叫做玩遊戲嘛 玩遊戲這麼累 還叫做玩遊戲吧 怎麼放鬆 肯定檢舉 有過 才扣3分喔 那我就看了一下 亥犽他的角色資訊 亥犽他這個賽季喔 玩了7場亥犽 勝率有71.4% 難道我就是剩下那個 28.6% 那個黑洞 他的黑洞 這麼殘念嗎 好啦 希望下一場 提供貝亞 賜給我好隊友 我是游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 掰掰